今天我们要带您来谈到 这个是一个大灾问的问题 中国容得下说真话的人吗 这应该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尤其是在现今 习近平几乎是大权一把抓 大家都已经戏称他说他叫习皇帝了 但是他力推的中国制造2025 掀起了贸易战 虽然不敢说叫动摇国本 但其实也相去不远了 而如今国难当头 忠言逆耳 习近平听得进去吗 今天我们的大世界话题要带您来看这位 这位是谁呢 他是一位人民大学的经济教授 叫做向松作 他的名字 哇 现在大家一定要认识他 因为他在最近的一场演说当中 他就很不客气 直接点出了当前中国的经济困境 其实不是什么美国贸易战 不是美国打的中国开始有经济下行的风险 也不是什么大家这个现在这个中国政府告诉大家的 可能国外怎么样了 这个外资怎么样了 谁又批评我们了 都不是 他说最重要就是北京政府的专制腐败 而且他也非常大胆的说 他认为要走出困境 只能够政改跟国改 政治改革跟国家改革 哇 他讲这种话直接挑衅了中共政权 也难怪呢 他的这段演说的视频 在中国大陆你是完全找不到 看不到的 很多的中国大陆的朋友想要看 他们还得要想尽办法翻墙出来看 那今天我们就要带您来听听看 到底向松作 他说了什么大实话 让北京当局这么紧张 不过我们首先先来介绍一下他 到底是哇谁胆子这么大 这位叫做向松作 那他今年55岁 他毕业自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 目前他在中国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 那他也是中国非常知名的国际金融战略专家 他曾经担任的这个是国家的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顾问 所以你去看他的经历 因为其实中国大陆他们 这个政府在培养人 他会怎么培养 首先他一定要是这个思想非常正确 然后他会把他送出国去 喝喝洋墨水 了解一下西方世界 那些我们的敌人在做什么 然后回到这个国家体制底下来 然后他就会开始把他这个到学校里头去教教书 到这个国家的企业里头历练历练 你看他的经历非常完整 也就是说项松座呢 他是一个标标准准国家重点培养的经济学者 但是一般的国家培养的人通常呢都会讲上级爱听的话 但项松座他就是偏偏不是这样 这样的一场演讲当中啊 他处处打脸北京当局 他披头就说 他讲这句话让大家觉得哇塞 Oh my god 好这个是官方公布了GDP的数字嘛 还记不记得我们昨天跟大家报告 2018年第三季 GDP的数字是6.5 然后呢项松座说才不是 他说呢他看到的数字 他推估的数字 今年中国的GDP的成长 恐怕是负数 什么6没有 5没有 4没有 3没有 2没有 负数 他说说不定是这个数字 但他没有讲史 他就说 那你相不相信 那就随便大家去想哦 那他于是呢 他把他的演说 下了一个很重要的标题 叫做 中国现在正面临 40年未有之大变局 为什么是40年 中国改革开放 今年刚好40年 那在今年我们看到了 很多中共当局 他们有很多庆祝 改革开放40周年啊 很多类似的论坛啊 谈谈过去40年 哇中国做了多大的一个 要进大改变 好棒好棒啊 但是呢 却在40周年的时候 他出来讲点实话了 忠言逆耳啊 好那他怎么说呢 他说中国经济下行 还有中美贸易大战 民间企业的经营困境 他认为这三点 现在都是中国经济 面临困境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但是中国官方在这三点上 全部都误判了 也就是说 他说北京政府放任自己的制度 贪腐 所以才导致了经济下行 不要再推给美国 不要再推给川普 是本身制度上也有非常大的问题 那我们来看制度上大的问题 他特别提到了民营企业 面临到很大的困境 你一个这个社会 你经济要发展 你全部靠国家企业 你真的很难发展 所以民营企业在过去改革开放 40年当中很重要的 这个政府也都培养了很多 引进了很多外资 然后让很多的一些民营的企业 人民自己的私有的一个企业 也可以蓬勃发展 所以带动了整个中国的经济崛起 但是这个向松做讲了 他说他最近11月1号 他听到了习近平 在一个民营企业的座谈会当中的讲话 他说他一听倒吸一口冷气 觉得很不可思议 居然改革开放40年了讲这种话 他说习近平讲什么话 他说习近平说 企业家的人身安全 还有你的财产安全 我们一定要保障给你 很恐怖对不对 企业家的人身安全 我在你中国大陆做生意 我有人身安全 哎呦 怕死人对不对 然后他说 怎么会在改革开放40年 现在此时此刻 居然还要习近平来 挂保证 拍胸脯告诉你说 你人身安全我保障给你 你财产安全不会随时被没收 他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再来呢 民营企业非常害怕 政府不守信用 哦 这句话是李克强讲的 你会觉得更不可思议了 Oh my God 怎么会到了此时此刻 你还来讲说 政府会不守信用 李克强说不可以 你们政府不可以不守信用 不可以让民营企业 在经营上面临到这么大的危机 甚至习近平还讲说 你们不可以欺负民营企业 哦 还会被欺负啊 哦 原来这些 这个老大们讲的话 你才赫然发现说 原来现在的中国社会上 这些真的都是问题 而且问题已经大到 习近平 李克强 必须要出面制止说 政府不可以欺负民营企业 那我会保障你的人身安全 怎么会有这样的状况 甚至呢 政府还脱欠 民营企业的款项 这些问题呢 也是从习近平嘴巴里头 说出来说 我保证政府不会再拖欠你的款项了 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让大家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向松座说 他听了也觉得不可思议 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北京当局应该要好好重视 贸易战打着中国经济灰头图链 北京官方公布的经济数据 被中国的知名经济学家 向松座大胆挑战 经济的下行 经济下行到什么程度呢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仍然说是6.5% 两种测算 一种测算 经济GDP的增速到目前为止 1.67% 另外一种测算 是负的 今年中国经济成长是负的 中国官方公布的GDP成长率是6.5% 向松座却说根本已经负成长 一来一往在全球排行就差了一百多名 令人责舍的数字 确实反映中国经济下缓事实 向松座直言不讳 中美贸易战中国方面严重误判情势 低估了美国的重击力道 同时他也指出 经济下行的另外一大原因 就是明宁企业在2018年的经营状况 非常惨淡 中国从连锁开始 各种言论迅销成上 什么要消灭私有制啊 共产党训言的一句话是什么 消灭私有制 中国最近在学界或政界 就不断传出消灭私有制的舆论 这一派说法提倡 明宁企业董事会 应该要安插党工 借此控制私营企业 让共产党集中管理才能有效提升国内经济 这种言论吓坏 民气经营者 也吓退不少有意投资的外资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只好亲烧火线喊话 稳住民气军心 在这里我要再次强调 非公共产党经济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没有变 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 非公共产党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 没有变 习近平呼吁大众任何传言 绝不情信 但乡松座直接点名 中国民营企业的最大困境 根本就是北京政府 改革开放搞了40年 现在竟然由总书记专门来提 保障企业家的人权和财产安全 可欠我们的法治 可欠我们的社会的治理 国家治理的问题 多么的严峻 中国企业家连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 联强集团创办人柳传志 对此也是十分有感 中国的经济反向民营企业最怕什么 怕这么大三件事 第一呢 就是不安全 不安全是怎么形成的 实际是跟官员的腐败 跟这个没有真正的法治 就是说你好你就好 说你有罪就有罪 那你会让人觉得极度的不安全 刘传志更特别提到 中共官员还会找上一堆理由 不做任何事 甚至言行不一致 造成企业对政府最终已经没有信心 中国总理李克强六月份也特别指出 民生痛点最需解决的 是部分地方政府不守信用 新冠不离旧账 让中国政府的公信力 以及企业投资的环境 都会是极大的伤害 三连新闻 陈他报道 好那么另外呢 向松座还在他的演说当中 也提到了一个重点 他认为这可能是接下来 非常重要的一个未爆弹 那就是地方债的问题 地方政府债台高竹 他说这个数字也不是 他特别要夸张的吓大家 这都是中国自己官方 他们官员自己提的数字 地方债呢 他整个债务规模 已经达到了40兆 很惊人 而且呢 占所有中国GDP的60% 那欠太多钱了吧 债务到期的规模 在2018年有8300多亿元 2019年呢 有1万 哇这个是一兆 3000多亿元 这样的一个债务规模 那他认为 这样的一个地方 政府的债台高竹呢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 惊人的一个数字 万一这些钱 这个还不出来 哇那会酿成多大的风暴 那其实也不只是向松座 像是非常知名的 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家 像陶东 他也一再一再的提到了 地方债是一个非常恐怖的 万一真的爆发之后 哇那真的是不得了的 一个大事件 那陶东曾经这样形容 他说现在中国大陆的地方债 就仿佛是旁氏骗局 不断的借薪还救 借薪还救 把债务的雪球越滚越大 地方债务 地方债务现在是我们金融市场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麻烦 实际金额到底多少 国家审计数说是17.8万亿 人大财经委的副主任 赫根先生说是40万亿 还要还不止 超过40万亿 而且没有一个地方政府想还债 借钱越债越多 债务像气球般膨胀 中国各地方政府 根本难以清偿债务 今天中国的游戏 是把民间超高的储蓄率 我爸的那些储蓄的钱 转移到以财产品 转移到债券市场 去填补地方政府 疲弱的资产负债表 地方政府的财政库 只要一由财政缺口 中国地方政府 就会想方设法填补资金 根据中国财政部公布的数 据截至2018年6月底 全国政府债务余额 高达16.8兆人民币 但根据每股标普的数字 中国地方政府 隐藏债务预估 已经高达40兆元人民币 大约台币185.4兆元 占中国2017年GDP的60% 天价班的金额 还得翻开中国历史课本 中国1994年的 分税制财政集权改革后 中央掌握了近六成的财权 地方政府用四成的财政预算 承担六成的地方食物 收支差距越来越大 只能自己想办法搞钱 所以地方上成立了 各种明目的融资平台 变相举债 这些债务不纳入 政府债务限制额度的管理 就形成了隐性 地方政府的债务 2008年金融危机后 为维持8%经济成长率 中央政府推出了 4万亿人民币的 刺激经济计划 扩大内需 号召地方大量投资 铁工机等基础设施建设 扩大内需 是中国经济发展的 长期战略方针 但是中央政府 却只为地方输三成资金 剩下七成 大约2.8兆人民币 有地方自己筹钱 地方债务 因此开始大量累积 借来的钱帮助了中国 安然度过2008年的 经济危机 十年来如此好用的 筹钱机制 却忽略这只是 表面上的融资 形成地方政府债务 像雪球般越滚越大 虽然2015年 中央批准地方政府 发行债券 依法适度举债 却反而本末导致 怎么样也指不住 地方债务的狂飙 如今地方债天价数字 随着中国经济降温 地方政府将爆发违约潮 最终恐怕拖垮 一整个中国经济 三立新闻 陈台报道